抗刀队形 打开 小心 抗护拳 抗刀准备 一令一动 一 二 三 三 三 四 三 四 六 三 一 二 三 二 九 二 十 二 三 二 二 喝点水吧 二 本想搞锅盖头开个小会 兴师动众地倒显得问题严重了 好啊 就在这儿一起谈谈吧 报告 厦长 主要责任赞入我 别急着检讨 人到齐了再说 坐 是 是 报告 接 是 周长 团长 正位 坐 敢和人家战棋贴着翅膀较劲的人 见着我这老头有点受局数 你这个生猛劲不能松 坐 是 是 大家都知道谈什么了吧 试团 郭盖头搞成这样 我们三个都有责任 有主观原因 有客观原因 各方面 对郭盖头关注度高 期待直接高 部队压力大 加之创建时间的 训练时间有限 当然 如同实战 敌人是不会给我们充足的 准备时间 训练也一样 不能用时间衡量 我主抓军事 主要责任在乎 报告首长 我们是有苦衷的 但是再有苦衷 也不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 张琪 论个人素质 他调入特营营营长的时候 那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如何把部队带好 其实他比谁都清楚 话也说回来 他来到空降部队 是我和师团长一手带出来的 郭盖头的骨干 都是从特战团抽调的 郭盖头今天这个状态 我们团领导班子 负有主要责任 主要责任在于我 过度放任 关心不够 没有把好思想这道关 我请求首长处分我 张队长 上 你谈谈 首长待兴多年 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但是我想 首长并不是想看到 一只所向披霓的猛虎 而是想看到这只猛虎的乳呀 猛虎还没有长大 正在画牙阶段 让首长失望了 你去 坐 是 都坐吧 这儿 我真受不了了 我这回 坚决要申请回员单位 我也回去 根本待不住 本来以为来这儿 你可以有犯作为了 结果呢 整天庆干些不着调的事 丢人不说 你还净受一下窝囊气 少在这儿叽叽歪歪的 走 现在回去写申请去 走 走 走 班长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倒是说一说啊 好不容易进到这个锅盖头 还以为能带上宏图呢 谁知道这么不靠谱 就是 关键还在那么大首长 那天露气 太丢人了 可不是吗 除了一个少将参谋长 还有军里边的检察组 大笑 上笑一大把 咱队长肯定更难过 不一定怎么挨批呢 我今天找你们来 不是追究责任 也不是让你们负姓请罪 张队长说得非常准确 锅盖头 就是要长成一只猛虎 一只上天入地 消灭强敌欲无形的一只猛虎 猛虎 就是要到大自然里 用尖牙利爪去拼杀 用丛林法则去检验它 关在笼子里不是猛虎 是一只又肥又蠢的病猫 今天我就要给虎解锁 打开笼子 给锅盖头 更多的自由和权力 军改金在眼前 这也是一次革命 我们要为这次革命 做好动筋骨畜灵魂的准备 不能抱着稳定不变的 作息思路去带队伍 锅盖头 是一个试验型部队 在空降兵部队设集军队里 是战斗力生辰模式的 创新性探索 探索的是什么 是实战思维 是给猛虎解锁 是把猛虎放到大自然里去 是 张继统队 一年之后的 引役国际特种兵特训级大赛 还有后面的红剑军演 要我来说 就是军党委给我们 锅盖头准备的一道大菜 你有信息迎接挑战吗 报告 首长 有 首长 我想汇报一下 关于锅盖头的组建构想 以及训练计划 这里有一些 我在特意赢的时候的 一些想法 经过这段时间的完善 我想 应该更成熟 好啊 看来今天的演练 我们是被你给骗了 你小子是有备而来 好 那我们就听一听 是 好久没见过咱队长露面了 副队长 这是我们想调回原单位的申请 请帮我们转转给队长吧 好 你们自己叫去吧 你们自己叫去吧 我不管 废队长 队长是不是躲着我们呢 你说实话 我不知道